新浪娱乐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依菲 有的,我还有18年的呢 椅子呀什么的 舍不得扔 用顺手了真的很好用 因为你用它用顺手一定是有原因的 就比如说我那个 颈椎不好 但我那个椅子是可以正好把我的 古装的头啊什么就好 正好可以架在这边 又很轻 我就会一直带着它 质量非常好 有时候有一些还蛮 你们还蛮有创意的我觉得 我不会关注话题 我就是有时候会刷刷刷 我好像从来没有点进去那个 然后对 学习一下 我觉得就珍惜当下 因为每一年的每一天 也都是由无数个当下组成的嘛 就不用束缚自己去能够 我也是在告诉我自己 就是能够想象力丰富的 比较有创意的去 这个创造人生 我希望就是在演员这条道路上有更多的发现 因为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职业 我自己随身会带的是红腰子 但是这个季节是非常推荐这个樱花瓶因为它对于爱美白的这种喜欢肌肤透亮的这个女士 还有我们的一个鸡腿黑色素 让皮肤更健康更光泽 能够在春天都美美的 洗脸要洗得很干净 然后这个水 然后乳液和眼霜 但是面膜也很重要 其实春天我自己觉得还是要多在户外 比如说带一个小桌布就是自己春游一下 带一个自己喜欢看的这个读物 然后就是安安静静的能够很惬意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美看起来好像真的就是外在的一种就是漂亮啊 美丽啊 性感啊 优雅啊 但是更多的一种味道是我觉得其实内在传达出来的 比如说之前也有问过 我觉得女性眼里的光和她的一个感知和她的一种智慧 我觉得是特别有魅力的 不仅会帮你的美貌加分 甚至我觉得可能那个才是美的一个源泉 然后我也特别喜欢自称堂的一个理念 就是她对于美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义 而是让每个人发现最美最美好的自己 然后鼓励每一位女性去展现自己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力量的美 有这种狂野的美 有这种含蓄的美 我觉得我非常荣幸能够代言到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品牌 我觉得有两种 一种是所谓的外在的对你的定义的这个高光 还有一种是内在的高光 然而我自己觉得内在的高光会带来外在的高光 我会觉得每一次当我有一个新的发现的时候 我会特别特别激动 也特别特别感恩 然后我就会把这个发现运用到 所有的我能够接触到的工作也好 生活上去 所以我觉得还是先注重一些 让自己兴奋的 感兴趣的事 可能高光就会自然会呈现出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